現在教大家如何砌O字 首先是大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另一個大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平衡四邊 再到小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另一個小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中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中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中的腰三角形 我們就完成了O字 現在教大家如何砌O字 首先是大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另一個大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中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另一個小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中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中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中的腰三角形 然後我們就完成了O字 现在就教大家怎样砌O字 首先是大的等腰三角形 接着到另一个大的等腰三角形 接着到平衡四角形 接着到小的等腰三角形 接着到小的等腰三角形 接着到小小的等腰三角形 中的等腰三角形 最後我們就組成正方形 我們就完成了O字